法定人數不足 各位T卡試車頻道的朋友大家午安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Ferrari的Show Room 那因為今天有一台很特別的車 而且算是稀有的車在台灣發表 它是我後面的488Pista的Spider 那這台車為什麼那麼特別 因為它在台灣的配額其實還不到20台 而且你等到交車你可能要等到兩年 而且重點是它的售價是2220萬元起喔 而且它的像現場這台已經超過2300元 就加一些選購的配備 更特別的是你有錢還買不到 因為你必須要買過其他的Ferrari車款 你才能夠有資格來買這台限量車 那去年我在Ferrari的Fiorano賽道 體驗過488Pista 說真的我覺得這台車是讓我覺得 連靈魂都可以牽動的車 因為它可以很緊密的跟你進行人車合一 那到底特別在哪 除了漂亮以外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造型 首先你會發現這台車 就是大家如果有問題的也可以問我 我們直接就是我直接拿著手機 那你有問題我看到的話 那可以直接問 那首先你會發現它有一個這個凹槽 就是在它的前面行李箱蓋的下面 這個叫做S-DOT 這個S-DOT差異在哪呢 就是當我們高速行駛的時候 撞風過去 你會發現它這個有氣壩 那氣壩進去氣流呢 除了冷卻它的這個冷卻氣以外 它可以從這個S-DOT 然後造成這個車頭有更好的下力 而且它的氣流還可以崩倒 就是讓它的平整式底盤 能夠跟路面產生一個吸附力 也因此它的車頭的下力 比過去就是一般版的488的GTB 多了23% 那在車尾的部分呢 它可以增加到25% 那我們走到旁邊你會發現這一台車 它還可以選配它的碳纖維輪圈 但是這一台車並沒有 因為如果你選它的碳纖維輪圈的話 它可以減重40% 但這一台輪圈呢 它是標準的輪圈也是相當的漂亮 而且你還發現它的碳纖維陶磁煞車 配上它的這個卡鉗 它的藍卡鉗 所以你會 可以從這個過程中呢 去感覺到這一台車 其實在外觀的設定上 就已經不太一樣 所以會讓你覺得更有魅力 那因為收訊好像不是特別的好 所以大家有問題的可以先邊留言 因為我現在看到好像 還沒有很多人上線 嘿大家好 那再來就是它的配胎呢 它是使用這個米吉林的Pilot Sport Cup 2 那這條輪胎 為什麼會用在許多超寶商 因為包括像我之前試駕的 918 Spider也好 或是像這個Pista這些車款 我覺得它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在於它的乾濕地的排水性能 都相當的好 所以說它一樣 這一次也是用在這個 488 Pista Spider上面 而且你會發現 它的這個側面線條一樣很美 因為從488開始 它的車體更寬 而且 以這一台Pista Spider旁邊這個還是碳纖維打造的 然後就連這個進氣孔這裡 也是碳纖維 所以你會覺得它的精緻度更好 那在這個Open Top的部分呢 其實Spider迷人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是雙座 其實基本上它算是Rodest 它就是一台跑車 但是它在開關篷的時候 它只要14秒 14秒已經算是很快 等於你打開它的開關 那它馬上就可以進行開關篷 我已經有拿到鑰匙 所以我待會會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再跟著走到它的車尾 車尾的部分 你會發現這一個壓尾 其實它沒有升降功能 但是它在面積的設計上 它已經比過去就是高了30% 30mm 高了30mm 面積大了40mm 所以它其實在車尾的導流上面 它還可以增加下力 那再來我們從這個導孔 你會發現它可以增加 就是把它的氣流引導到後面 那除了我覺得很漂亮以外 就是我覺得Ferrari它厲害的地方就是 這台車在外觀的造型設計上 它是從這個488的Challenge 還有包括它的GTE 也就是它的賽車 那從這個空力去改善 它雖然沒有很誇張的尾翼 可是它卻可以營造 像譬如你裝上大尾翼的那種空力表現 而且你一直到後面 後面的下分流器 感覺這個很像F1 而且它下面有這個導板 導板在時速120mm的時候 它會自己開啟 它可以減少它的亂流以外 而且它還可以增加它跟地面的吸附力 所以也因此 這台車 你會發現它在開快的時候 那個穩定性 整體的穩定性 又比過去的 這個不管是Speciale 或是那個像是 458的Speciale 或是488的GTB 都來得更強 尤其你看到後面這個尾管 這個很漂亮的尾管 這是鈦合金的 那它啟動以後的那個聲浪 哇那是相當的銷魂 相當的絕美 那跟硬頂板也是720匹嗎 沒錯 那重量其實是差不多的 因為它的這個 這次它用了許多的碳纖維套件 比如說你看到前面的這個罩子 它就是Carbon Fiber 所以它在重量跟性能的表現上 並沒有影響 而且它還是有很好的車體剛性 那就這台車來講呢 這台車是在去年的Pable Beach 就是北美的原始車展 第一次亮相 那巴黎車展等於是正式發表 但是你會發現它其實 不同的角度來看 你都覺得它算是一台很漂亮的 一台超跑 那我先把這個車門打開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內裝 那Berrari我覺得最迷人的 就是它的機型 為什麼機型 就連介面的設計 它會讓你覺得簡約 但是在功能性的使用上是最好的 比如說你做到它的這個座倉 它的賽車座椅是用Carbon Fiber做的 可是你會發現它的內裝 包括它的這個 一樣是碳纖維的這些 這些原件 都是相當精細 然後再加上真皮的包補 所以它會給你一種精緻感 那再來就是說 它的底板 因為它是道路板場車 所以它會裸露金屬的底板 讓你給你一種就是像 營造像場車的那種氛圍 所以我整個坐在上面 你除了會覺得 哇你的這個 就是戰鬥氛圍指數又拉高以外 你坐在上面你會覺得很專注的 去享受那種速度感 尤其我最喜歡的就是它的介面 因為不同的Ferrari 它即使是它的GT跑車 比如說像它的Portofino 你還是覺得它的介面設計是很漂亮 因為它把很多的功能都整合在方向盤 那方向盤當然是從這個4580期 就開始用這個Malentino方向盤 就已經不會讓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它把所有的開關都整合在方向盤裡面 啟動鍵雨刷甚至你的阻尼 就是你遇到Bumper 就是顛破路面的時候 你按這個阻尼它會瞬間變軟 不會讓你造成彈跳 那它的行車模式呢 你只要用拇指就可以去控制 那你如果想要甩尾的時候 你只要按它的CT OFF 那這一台車厲害的就是說 它的SSC就是它的側滑控制系統 進入到第六代 它可以結合它的EDF 就是它的電子防滑差數據 去進行0到100的滑差調節 所以即使你在反打的時候 它可能拉到5度 你就可以本能的就是用身體 甚至用背脊去感覺它細微的動態變化 然後再把它修正 然後再加上它的引擎表現 算是相當狂妄 因為這一台車呢 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你坐在上面 然後你聆聽引擎聲浪 因為它是MR的配置 所以它在全油門加速的時候 它在不同的速率下 它會產生不同的共鳴聲 尤其它的尾管是經過鈦合金調教 調教喔 而且你知道嗎 可能488它的引擎 已經讓我覺得在渦輪引擎上 算是很厲害 因為它的FE54 它的FE54是CB 它的這個引擎 算是高轉速引擎 可以拉到8000轉 8000轉紅線 算是渦輪增壓引擎 因為鋼壓已經很高了 再加上它還有渦輪壓力 又拉到8000轉 它在精密度上的設計已經要很棒 但這一台車 它的引擎呢 有50%是經過重新設計 譬如說它雖然一樣是採用IHI的這個渦輪增壓器 但多了一個渦輪轉速的管理 而且呢 它在1.3bar的增壓值驅側下 它可以炸到720匹的馬力 然後甚至扭力有78.5公斤米 但是這些都只是數據上喔 厲害的是 這一顆引擎它有50%經過重新打造 譬如說它的活塞 譬如說它的連桿 它都是用鈦合金去做的 所以說它本身這一台車 因為道路版的長車 它已經減重了90公斤 相較於488的GTB 但是它引擎本體 也已經減重了18公斤 所以現在引擎加上渦輪增壓器 它是206公斤 哇這個設計其實已經算是很不簡單了 好 那大家會覺得說 敞篷車最大的魅力是什麼 敞篷車最大的魅力當然就是開關篷 我現在先開關篷給大家看一下 讓大家感覺一下這一台車 在設計上特別的地方 好我先開啟它的電門 好 我們現在先來關篷 它的開關篷速度很快 它只需要14秒 那你可以在時速50公里以內呢 自由的去開關篷 就是它不用整台車停下來 好 14秒的時間很快 它就可以完成開關篷 那硬頂敞篷的好處就是說 你把這個篷呢 關起來 把從關起來 看起來就像是一台Coupe 那你在打開的時候呢 把篷打開的時候呢 它就是一台Lodester 那你就可以享受它的絕美聲浪 尤其我跟你講 你開Coupe過隧道 全油門衝刺的時候 那一種音波反射 你整個人心情就會high 你可以把煩惱拋出於後 那如果你開的是 Open Top的這種Spider 它的聲浪傳遞會更直接 而且你還可以感覺到 風呼嘯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在暢快度來講 它會比就是Coupe要來的更棒一點點 這就是買這個Spider迷人的地方 那跟F8有什麼不一樣呢 事實上F8的設定 它一定會跟這一台不一樣 因為F8是新一代的車款 那雖然720匹 可是因為我還沒有去試車 有時候你光從原廠的Press Key來看 它不會跟你講太多的細節 你只有在參加它的原廠發表會 它會有總工程師來跟你探討 甚至把它引擎的解剖結構都放著 所以雖然你看到的是720匹 但是我認為Pista的這個引擎的精緻度 就是它的用量會比F8要來的更高 就是這一台車為什麼會是道路版廠車的原因 而且你知道嗎 它的SS C6 它在不只是控制後軸的LSD 它在過彎的時候呢 它一樣它可以前置內側輪的煞車 甚至在阻尼受壓側的阻尼 它會增加它的這個配置 就是它的阻尼係數它會拉高 所以你在反打的過程中呢 你不會覺得車體會晃動 所以整個你心裡的安全度呢 就會變得更高 所以我才說這一台車開起來 會讓我覺得有人車合一的感覺 甚至我身體的細胞都可以被它牽引住 所以我覺得算是我開過這麼多道路版廠車 讓我覺得心裡感覺最High的一款車 就是這一台車迷人的地方 那因為它雖然是一台Spider 但是我們先把它的這個後蓋打開 你還是可以看到一點點的引擎式配置 它的引擎呢一樣是很美 就是尤其你如果是買Coupe版本的 你可以藉由後面的玻璃去看到 欣賞整個引擎它就是一個翼平 那跟488的耳邊號不一樣 是488的型號引擎型號叫做F154的CB 那這一台車呢它是用F154的CD 就有點像是我們的戰鬥機啊 它會有不同的P號 那當然後面是比較厲害的 那它的IHI渦輪不變 但是它多了一個渦輪轉速控制 而且呢它的鎮壓值是1.3bar 所以我再講一下 它的馬力是720匹扭力78.5 0到100加速2.85秒 那0到200呢它比這個Coupe稍微影響一點點 它是8秒可是還是很快 那你會覺得這台車開起來 我就覺得已經很暢快了 而且它的車重控制在1380公斤 以這一台算是減重90公斤以後 馬力重量比其實只有1.92 就是以新車來講你會覺得它很厲害 而且重點是MR跑車為什麼我覺得迷人 就是說尤其這一台它的配重很棒 它是最接近賽車的配重 因為它的前軸的賀重呢是41.5% 那後軸是58.5% 就是後軸的下壓率越大 你在極限就是你挑戰極限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最高的 所以也因此你會發現很多賽車 它都採用MR的這個配置 那這一台車因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買這一台車 它主要就是享受它的激情 所以在空間表現上呢 它可能沒有那麼著重 但是它的像我舉例 它的這個行李箱啊 它行李箱一樣可以有相當不錯的這個表現 我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這車如果有包包要放在哪裡 這時候你只要輕輕的 我們把它打開 可能很多人沒有看到它的車頭 它這個前面呢 其實也可以放置170公升的東西 而且你看到它這個前罩 行李箱蓋 它是Carbon Fiber打造的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是相當的漂亮 跟M720比 你是說McNaren的M720比 我會選這一台 但是這一台重點是 你有錢也買不到 因為它是限量的 台灣其實還沒發表就已經交完了 不管是Coupé或是Spider 因為這一台車 我覺得它可以牽動我的神經 就是會讓我覺得 開完以後會有一種通體舒暢的感覺 好 那不曉得還有沒有人要問我其他的問題 當然因為這一台車 其實它在測試的時候呢 Coupé的版本 Coupé的版本它在Fiorano賽道 就是法拉育原廠的賽道 跑是1分21.5秒 那這一台也是一樣 可是我覺得它其實有一點點保守啦 因為畢竟如果它們就是新的車 它就是每次跑都會比舊的更快 那如果它一次衝太快的話 我相信不管它們的Challenge 或是它們下一代車款 車手在測試上 可能壓力也會覺得很高 好我們再來看一看 跟Performator的Huracan Performator 敞篷聲音好聽操控 呃 Huracan它是V10的引擎 那當然它也是一台道路版廠車 在空力的設定上 它的阿拉系統也做得算是相當先進 那差異就是說 Huracan它是四輪驅動 當然四輪驅動的優勢是說 在雨天的時候 你開起來的它的穩定性 會讓你覺得很棒 但是為什麼我覺得這一台 會給我比較激情呢 就是它可以挑戰一些高難度的感覺 那種駕馭感覺 那你藉由本能的 藉由身體去感覺它細微的慣性變化 然後去修正 所以就樂趣上 我會覺得這一台稍微好一些些 對 好 那 那 不知道還有沒有人 有其他問題要問我的 好 因為這一台車是 我覺得相當棒 而且它極速可以有340喔 你想像 你如果有朋友坐高鐵 你這台車全油門 你可以跟它揮揮手 然後再開走 那感覺是很過癮 當然不是叫你在台灣非法飆車 我是舉例的 對 好 我有模型的 嘿嘿謝謝 因為有朋友送我模型 那買呢 你即使 如果你沒有先買其他力 其他把力跑車 你突然要買這一台呢 你是買不到的 好 那 不曉得還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 對 它的 它的尾管呢 是太合金的 但是因為這一台車已經是由車主訂購 所以如果你想要聽這台車的聲浪 就麻煩關注一下T卡試車頻道 我去年在Fiorano賽道試駕的Pista的影片 好 那我們今天 有考慮買嗎 我當然很喜歡啊 但是你知道有些你 你試過 你會很想擁有 可是 你只能欣賞 就像你也會欣賞其他路上的美女 但你不可能每個都娶嘛 意思是這樣 而況這台車是你有錢買不到 你必須要先有其他的法力 你才有資格去排頓 488 這台出完488時代就結束 沒錯 它新的F8 已經在日內瓦車展發表了 那在造型上呢 但是我覺得Pista的優點就是說 它在樣貌上 看起來其實跟F8 感覺比較接近 當然F8的尾燈 又恢復像308時期 它是用雙尾燈的設計 可是我覺得不一樣 不一樣的名稱 但是一樣是漂亮的法拉利 好 那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 謝謝大家今天的關注 那你們差不多要準備去吃午餐了 祝大家今天都有個好心情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等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